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23日星期二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講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由於系統出錯的關係 有部分沒有獲得安排優先接種疫苗的市民 成功登記到在今早打針 這支針當然就是科興疫苗 有藍絲亞伯打完針後 竟然間就歡呼 說信阿爺打科興 而且他還說心情相當愉快 而另一宗消息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為著安心出行Apps來辯護 昨天有網民質疑 為何這個Apps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賭國 是可以獲得這麼高的下載量 薛永恆局長就說 有2%到3%的下載量 是由海外手機下載 一點都不奇怪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今早早 那些長者接種疫苗的情況 是怎樣 由於系統出錯的關係 所以 有部分沒有獲得率先安排打針的人 都成功預約到 在今早早就接種疫苗 有一位長者 相信就是藍絲 接種完之後 就說感覺相當愉快 因為信阿爺 信政府 而去打科興疫苗 他就沒有比較過哪一種疫苗 適合自己 但是 強調 不會聽信謠言 更加不會相信外國 這個阿伯是很愛國 他擺明知道今天打的那種是科興 他仍然是很奮勇地地登記 這是好事 因為 他可以幫忙消耗科興傳貨 那就好啊 藍絲去打 其實這個阿伯是為藍絲起了一個示範作用 他說明了 信阿爺要打科興 而且不要相信外國 所以其他藍絲應該仿效這個阿伯 應該馬上走上網 預約登記打科興 那你才是 付諸殺行 而不是口罕罕大隻講 這個藍絲阿伯就說打完針之後相當愉快 其實他的感覺就跟昨天林鄭所說的都差不多 就說有針打就非常興奮 所以這些就是藍絲才有的獨有感覺 我猜是 照計其他的市民打完之後 都沒有聽見他們說感到興奮或者愉快 可能這些就是藍絲才會有的獨特感受 好了 然後我們又看看 林鄭今天又繼續強詞奪理 今天有記者問到他 暫時那個疫苗的 預約率 只有1.751% 是不是反映到市民對於疫苗沒有信心 或者是政府宣傳不足呢 林鄭的反駁就厲害了 他說 預約打疫苗 從凌晨12時開始才開放 現在只開放9小時 他認為大部分市民應該都在睡覺 已經有4萬5千人 急不及待要接種 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數字 政府就會繼續宣傳工作 林鄭說這些反駁說話也是找來講 怎麼9個小時大部分市民都還在睡覺 9個小時即是說凌晨12點到早上9點 很多市民7點都要起床上班 如果他要打他就上網按 真的 還在睡覺不是吧 有沒有那麼多人上班 所以他所說的 很多時候都是不合乎情理 你反駁人就反駁 你有沒有一個好一點的 原因或者好一點的藉口 你說到頭9個小時很多市民都睡覺 林鄭也不會睡到那麼晚 接著他又說一些澄清的話 他批評有不少抹黑和失實的報導 例如有人宣稱 官員接種疫苗不是科興 特區政府馬上澄清 他期望政府新聞處日後會加快澄清失實的報導 他說有時候覺得這些人的技巧就非常高 希望客觀報導的傳媒會幫忙澄清 實際你那些澄清 已經是很快的 但是你純粹就是用口述的方式 或者用文字的方式 你澄清可不可以澄清得好一點 你圖文並茂 起碼要 例如說 你有張圖片解釋給市民 為什麼你這一支針的形狀會是這樣的 你在做澄清或者解釋的時候 其實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做到 現在是沒有做的 只有文字或者口述 當然就算你做得更多 有相當部分的市民 無論你說什麼都不相信 甚至乎要跟你唱反調 因為就是跟特區政府以往曾經失信於民有關 這個你自己應該去反思一下 為什麼其他國家或者是地方的人走去打針 不見有人提出那麼多質疑 唯獨是你去帶領整班官員打針 就有那麼多的聲音 這也是值得你去反省的 不是一味就在那裡責怪其他人 為什麼不相信你 你也都應該去反問自己 為什麼那些市民要無條件這樣相信你 好了 講開這一支這樣的科興 原來菲律賓的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就指出 說根據科興疫苗 在巴西、土耳其和印尼的臨床測試數據顯示 疫苗的有效率就介乎50%到62% 對前線暴露在病毒風險的醫護人員的效果 就低於年齡介乎18至59歲的健康人士 故此 他們就不會為全國140萬的醫護人員 接種科興疫苗 這個就是根據菲律賓當地專家的意見而做 科興疫苗就不是最適合醫護人員使用 這個就是菲律賓方面的說法 而且他也相當不給面子 因為大陸較早之前宣佈了要向菲律賓 捐贈60萬劑的科興疫苗 即是說送到上門 人家都不幫醫護人員去打 只是批准幫普通市民去打 其實也不單止說是菲律賓 就算特區政府指定的 專家顧問 都有兩位說明不會打這支科興疫苗 分別就是梁卓偉教授和 袁國勇教授 林鄭經常在說 如果市民因為信心不足 聽到不實的說法 而果足不前 就會令到接種疫苗的工作 沒辦法做得成 就會沒辦法得到疫苗接種預計的效果 現在菲律賓當局就說 叫醫護人員不要打科興 那你用不需要走去潤一下他呢 是不是 你說到整天又說人家怎樣不實說法 菲律賓那個是不是不實說法 袁國勇和梁卓偉講的是不是不實說法 你林鄭出來說兩句 好了 然後我們又看看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怎樣為安心出行這支apps來辯解 昨天有些網民就指出了 原來在Google play的apps商店裡 在很多海外賭國 下載量是暴增的 薛永恒局長怎樣辯解 他說不清楚app store的商店 怎樣來統計排名榜 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很多人都會去不同的地方工作或者留學 或者是會持有當地的手機回香港 然後再下載這支安心出行的apps 下載紀錄就會變成了其他國家或者地區 他就相信不會突然有大量的外國人下載安心出行 就算下載了也沒用 現在有97%都是香港下載的 大概有2-3%是由海外手機下載 他認為這是符合比例 絕不出奇 他說很多人去不同的地方留學 我都同意 多數留學公幹 都是去那些英美澳加的五眼聯盟國家 甚少聽到有人說去百姆達 去巴布亞新基內亞 甚至乎是去一些太平洋賭國 加拿比海賭國工作或者讀書 我真是孤陋寡民 我沒見過 可能他就交遊廣闊一些 他說絕不出奇 好了 然後我們又看看 其實 有很多外國就開始推行一件事 叫做疫苗護照 即是當大家在本國打疫苗之後 就可以把那個紀錄電子化 然後 當大家進入另一個國家的時候 如果他是認可你的國家的疫苗 就可以抵達當地的時候 不需要再進行隔離 歐洲首先推出這個疫苗護照的國家就是冰島 因為冰島 有三分之一的收入 都是 來自於這個旅遊業的 所以當地又渴望了要解封很久了 除了冰島以外 其實丹麥 瑞典 和中東國家 巴林 都有類似的計劃 準備推出 或者是在試驗中 我相信 去到夏天的時候 當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率慢慢提升的時候 這個疫苗護照的推行 只會是更加廣泛 是會形成了一股風氣 當然 現在究竟那些國家 他是承認哪一種疫苗 他是承認部分疫苗 還是承認所有的疫苗 總之有打就可以 暫時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因為整件事才是剛剛開始試行 但是我相信去到最後 很多國家都會是參照這一種的做法 因為這樣就最能夠保障得到不同國家當地的 健康的情況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決定要接種疫苗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選擇清楚你打哪一種疫苗 因為你打了第一針之後 你不能夠中途轉換 第二針也仍然要打那一種疫苗 所以一定要三思而後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